在這個時候,我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祈禱,好像沒有什麼幫助 有些人會因為這樣懷疑神,會擔心,會不開心 我會對這些人,首先說,神是很想祝福,神是很想幫助 但為什麼有些人祈禱,好像幫助不大,有幾個因素 第一,是信心的因素,信心的因素是什麼意思呢? 好像,啊,神都不幫了,都是祈禱不能用的 那時候就缺乏信心,或者甚至會懷疑神 神都不是愛我們,神都對我們不太好 這些因素有什麼後果呢?就會令我們的心封閉 即是沒有信心,對神有懷疑的時候,就會神想祝福 我們在想,神的因素好像空氣,空氣是在我們周圍的 空氣是在我們周圍的,但如果有人閉氣,不吐氣 閉著他的氣,那些氣可以不進去 不過人們可能閉氣而會窒息死,做不到的 除非有人掀著他,他就會窒息死 即是說,那些空氣在周圍,你的鼻孔一開,氣就自然會進去 神的恩典都是一樣的,當我們有信心 即是相信神會幫我的,神是會來到的 那這個第一就是信心 信心就是不要像我要加強我的信心 而是我對神可以放心,即是神做事我放心 他一定會幫我們的,這一種的信心是會帶來祝福的 這是第一 當你有信心,那心不是懷疑神,你遲早祈禱會得幫助的 第二個因素就是心靈開不開,還有他的心有沒有重擔 第一就是先說重擔,因為心重擔就會這樣 祈禱,哎呀,神啊,我好辛苦啊,哎呀,神啊,你快幫我吧 但我很辛苦啊,那這種辛苦的心情就會難了神做功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辛苦的心情就會令到人的心太閉塞 也都會令到,因為情緒是影響整個人的,很簡單 當一個人聽到壞消息,第一個反應沒有胃口 即是即刻影響身體 當一個人的情緒不好的時候,也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心得開放 甚至神做功他都留意不到的,即是有些人不給我們祈禱 他留意不到神的造功,因為他,即是我們明年看到他,譬如身體擾動 應該都會感受到神的擾動,感受到神的平安 但是呢,他會說,沒有什麼感覺,有時候他都是不知道 有時候是因為他的心閉塞,他不知道,即是他心,不是這麼開放 第三個因素就是心靈,是否用心靈祈禱 用心靈祈禱就是整個心靈去愛慕神 首先是用魂,又用靈 魂就是我整個思想意志感情都好,全心敬拜神 整個思想認同神,我的意志決意跟從神 我的同神有感情,一想到神這麼多好東西,我們就感激神 靈是比較難解釋的,就是我仍然是煩在我裏面都清重他的聖誼 你試試怎麼祈禱,你不要說,神啊,你醫我,這樣 就口頭祈禱,而是怎樣呢,是一個心靈發出 多謝耶穌,多謝你愛我,阿利路亞,有耶穌真好 是他的心靈湧出來,這樣的情況是更加容易經歷到神 應該說一定經歷到神,你一直這樣做下去,一路全心感謝神 就一定做得到的,另外也有些因素影響 就是正面思想和負面思想 負面思想就說,唉,這麼久祈禱都好像沒有改變 都是不會再有改變的了,這種負面思想就會影響 正面思想就說,神答應了,他一定會做 還有這麼多人得醫治,我一定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而神的醫治有兩種,一種是儲然,突然間一聲醫好 有些是逐漸的 有很多人其實當時就覺得,今天好些 他就感謝神,日後好些,好些 這樣其實也會帶來祝福 所以你所說的,你說祈禱舒服了,這已經是非常好 即是說你祈禱會舒服了,那你就以後這樣祈禱 那你可能說,在這裏祈禱舒服,回家沒有 那你就問一下自己,為何回家沒有呢? 譬如,回家不夠投入,時間不夠長 時間長,其實不是一定要時間長 但因為很多人的心不開,時間長 可以補回心不夠開 即是怎樣呢?你的水喉很大,一下就爆一聲,已經很多水了 那你的水喉很小,那你開久一點 即是心靈不夠開 那好像水喉很小,開久一點也一樣會有很多水 那回家,因為有很多人就會 其兩期,又想一下吃什麼 又沒什麼心機,不專心 那在祈禱的時候,回家都一樣專心 神的祝福就會這麼大淋在 總之你試過祝福,那你就說有信心 總之我們親近神都會有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當你發覺在這裏可以 那你問自己,為何有分別? 在這裏的時候有什麼不同? 這裏的環境是一個因素 是,環境是一個因素,心態是一個因素 那你就回家時都用回同樣的心態 亦都可以製造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就是怎樣呢?家裏更多讓你想到耶穌的事 家裏經常播放聖詩,讚美神 那這些都是會幫助的 即是心裏千萬不要 唉,在這裏可以,回家就不行,即是不行 那這個就負面了 正面是怎樣呢?在這裏可以 即是回家怎樣都去到些少 怎樣都有進步了,這個就是正面思想 正面思想是很重要的 其實做人都是的 即是做人都是的,即是經常都說 你不介意我知道這個情況 但我不廣場性,即是身體上有些毛病 於是影響那個情緒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些 即是身體、健康、工作、人際關係 即是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們想著那些事情 經常想著那些事情,就會很慘 就會覺得人們對我不好 哎呀,神,你快點幫我 這個閉毅的心態祈禱是很辛苦的 閉毅的心態祈禱呢? 哎呀,神,你很慘,快點幫我 這樣就會很慘 但你說,神你一定有出路的 我可以不被人影響的 有耶華幫助我,我必不懼 人能把我怎樣呢? 神一定會照顧我的 身體的毛病,神是答應了 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就得到醫治的 耶穌已經為我們付了這個藥費 即是我的比喻說 我拿了一粒藥,其實是祈禱之後 其實我拿了一粒藥,就要祈禱 是的,這樣就好 但是意思是有一個很重要 祈禱不是就是我拿了一粒藥 我祈禱了一粒就有效 是你的心 有信心和正面 耶穌會祝福我的 有信心 耶穌是愛我的 和正面思想 曾經經歷過幫助 以後都可以經歷幫助 這種心態 就不要說 我在祈禱就可以 今天回家又不行 那你就看 總是看過不好 我們應該是有的 就多謝神 那這個人呢 正是有的都是神 應該的人會好很多 為什麼呢 你又是說 我的心態是這樣的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什麼大病 我求神不要有 譬如真的有 那我說 很重要 有大病 如果死就上天堂 譬如我還有 假設我還有一個月 或者一年 好了 我這一年就是 感謝神 一路病病到最後 上天堂 那我就上天堂 就是我會這樣的心態 有些人就不是 沒有搞錯 我服侍主這麽多年 現在又病 又辛苦 哎呀 神啊 你不公平 這是人的看法 病不是神給的 是人類的罪有 所以我永遠都不會這樣想的 我永遠都說 我有病也好 就算我好辛苦 最後譬如很痛 譬如很痛 第一 第一 就是神現在有媽咖啡藥 又不停 可以幫你 第二 就算沒有 但是我說 痛是會令人更加依靠神的 就是我是決意用正面思想的 神是喜歡我依靠祂 祂一定會祝福的 那我就會堅持 依靠神 一路讚美神 總會有神的平安 臨在神的喜樂臨在 這種心態 就算人有病 他用正面思想 已經人會好很多 但是正面思想 不是普通人的正面思想 是指神那種 正面思想 是因為我們屬神 所以有這個正面思想 是耶穌會幫我那種正面思想 不是好像 有些人就是positiv thinking 只是說 什麼都要想正面 想正面那種 是耶穌那種 是耶穌會幫我那種 所以你試一下 什麼時候都說 就算有痛 不要緊 痛給一個機會 扛住耶穌 因為神最體重 是我們扛住祂 經常依靠祂 祂就會祝福你 這個意念 是會幫助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 為何有身體無病 和心靈的無病 就是因為總是有負面思想 很慘很慘 就想著想著 就變成了憂鬱症 但是當你正面的時候 自然的憂鬱都會減少 一起來 感謝耶穌 耶穌是愛我的 一起來就是這樣 耶穌是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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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有花草樹木這麼美 哈利路亞 一起來就是這樣 我自己刻意就是這樣 我都試過有開心的時刻 我曾經試過 因為被人批評 試過有一段長的時間 自己無故事會害怕的 但是我說 其實我沒有很害怕的 其實我也很忠心 很努力去侍奉 所以我不用再害怕了 我不用怕的 哈利路亞日日收愛的 我真的會克服到這種懼怕 每天都是一起來就 享受神的愛 享受神的喜樂 每天這樣的時候 慢慢的那種害怕的 以前我有的 就是有一段時間 因為被人批評的多 是有一段時間有這種情況 但是現在呢 是釋放的 所以希望我們 經常都有一種正面心態 正面心態自然 人都會健康 人都會精神一點 就是你見到精神 就是正面思想 有神的愛人 眼睛明亮一點 那些肉有彈性一點 那些人呢 就是你講話做事 那些人有些彈力的 有些人沒有什麼彈力的 就是怎樣呢 定了形 沒有什麼彈力的 就是 身體會有彈力 就是會動的時候 身體因為有力 有彈力 有一種活潑的力量 OK 只要幫助你 就是有祈禱就算 不是那麼快得到彈 但不要那麼快去賣衣 如果你有彈力的幫助 你知道神一定繼續幫助 神都答應了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一切 請求祂的金曰 好奇 神道 神秘 在這時候 你 自我 他 和你 是 永 是